Hello 大家好 沙姐 昨天沙姐沒有拍片 因為沙姐真的有點凍傷 這個天氣很容易生病 大家真的小心點 沙姐昨天回了一半工 明明9點多時回到公司 最後都頂不住12點早就要離開 連1點都熬不住就回家 後來昨晚有一點發冷 現在也有一點 這個天氣是差一點 大家小心一點 因為大家知道住在荒山野嶺 尤其是山頂 跟市區可以分分鐘相差幾度 不是誇張真的相差幾度 例如荃灣區跟市區已經相差2度 我這邊是近郊再上又相差2度 已經穿了前後4度 如果我早上出門口 我出門口時是7點多8點 有時是8點多 但我去到旺角市中心已經是9點多 其實差1小時已經可以差1、2度 可能前後我差5度 如果我早上穿厚一點衣服 在這裡覺得可以 溫度可以 去到旺角我就會熱死 尤其是下午12點的時候 我會熱到痴肺 但如果我這裡穿了一點 去到旺角剛剛好 一早一晚我又會濕 所以大家這個時候是要小心一點 身體 我通常這個時候都會糟糕 天氣轉的時候都會糟糕 春天轉彈天的時候糟糕就是鼻敏感多 但現在這個糟糕就會傷風感冒多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說回一點點 美國就說她自己的新冠疫苗就OK了 她說她OK了 接下來就會進行一些緊急性的試驗 你問莎姐我自己就不太相信 我不是說不相信她的疫苗OK 她的疫苗去到量產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還有一大段時間 還有有一件事我經常都覺得很疑惑 她現在這樣說 跟她真真正正可以生產出來的時候 其實應該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她現在就等同我們中國那時候 初初第一段時間 第一期臨床測試這樣 找人測試的時候 她是跟第一 二期跟緊急性 例如是解放軍 醫療人員去視線的 我覺得她是似在這一部分 即是來到她真正出 如果她跟足世衛的標準 應該還有第二期和第三期的臨床測試 她現在應該還未進入 當然她進不進就不知道 因為她已經退出了世界衛生組織 所以有沒有人監測她這個臨床測試 其實就沒有的 好像俄羅斯那樣 俄羅斯也沒有人監測 她沒有做一二三期的臨床測試 她也不會這樣跟人打 為什麼莎姐說我信不過 美國那個什麼 那個應該是什麼 輝瑞藥廠的那個 為什麼莎姐我覺得信不過呢 就是以特朗普 其實這個是純粹 不是說以科學 是以心理學去評價的 特朗普這麼想贏的大選 之前已經是不斷散播出來 就說應該疫苗會在她大選之前 就會出到的了 你想想以特朗普這麼想贏大選的話 如果疫苗身體很遲家這樣說 可以去到醫護人員 緊急人員可以先打的情況 你覺得她會不會拿來做大選那個 即那個叫口號呢 分架呢 我們有疫苗了 將會已經是打的了 你覺得她不會出聲 那聲未到也先說了 但她那個時候沒有說的 即是說她那時候是還未得 如果不是她一早就說了 這是她那些人一定會做的 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就對美國這個疫苗 是保持著一個question mark 雖然說明年三月應該可以出街 但這個真的 即是出街是出到的 譬如我經常都說的 有哪一個不懂得煮飯 有哪一個不懂得煮菜 最好好不好吃 疫苗也是的 他說90%是有抗體 那10%怎麼辦呢? 他說是有抗體而已 成功抗體而已 但如果打到人道會不會有特別大的反應呢? 你不知道的 他說試而已 還未找到人去試 所以其實是兩碼子試 在實驗室做和真真正正去打到人體上 是否真的有效呢? 是否沒有副作用呢? 因為為什麼會有這些副作用呢? 其實打疫苗 把病毒削減靈角 然後打到你的身體 其實都是把病毒打到你的身體 只不過病毒的成份是比較輕微 讓你們身體上的白血球產生抗體 去抵擋它 那下次真是真的病毒來的時候 它就知道有這個武器去對付它 找到這個適當武器去對付它 但是你要這樣 同樣地 你怎麼知道 你打進去的病毒 雖然說很輕微 但是你怎麼知道會不會造成一些過量的反應呢? 為什麼當初英國的疫苗要叫停呢? 就是它在臨床的時候 進入第二期臨床的時候 第一期臨床其實已經有人有不良反應 但是到第二期臨床的時候 有人產生更大的不良反應 好像導致不知什麼病發 所以他們立刻叫停 可能有些黃媒說 巴西都叫停了 有人死了 後來看其他新聞 就是聖保羅的州長或市長 他就改釋那個人不是死於打疫苗 他是死於自殺 是死於自殺 所以我又覺得 為什麼會被人煲這麼大的危險性呢? 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巴西要立刻殺停呢? 總統要立刻殺停他呢? 其實並不是因為那個人的死亡 是因為那個總統是想收買 不是 不是想收買 Sorry 我說錯字 是那種想拖大腳 就是想拖鞋拖大腳 為什麼呢? 因為大選的時候 你也知道臨近美國大選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所謂總理 都把很多事情殺停 很多事情都把特朗普的事情改成選舉完之後 才說準備實行 那就看看特朗普和拜登 看誰贏 我覺得巴西他都是這樣的 他始終都是想靠美國那邊 因為始終美國是會借貸給他 或者其實很多正著背景 我不知道 所以他就這樣特意去壓制中國 就說我們拆停了 我們不讓巴西要做這些事情 當然是想托別人大腳 看看有沒有傻手 看看有沒有傻手 這個你問我 怎麼看呢? 我就會覺得 很多時候總統都並不是我們一般普通人 我們普通人是珍惜我們市民的權益和生命 但是在於一個站在高高在上的總統 他就是愛惜他自己的面子 愛惜他自己的權益 愛惜他自己的權利 就並不在乎人民的生命 你想想想 有幾億人口死亡 二十多萬也很少 正如 美國這樣 一千萬人感染 過千萬 難聽一點說句 過千萬 一個感染的人 一百元都賠死美國 更何況死亡的人 死亡二十多萬 當然 新冠死亡的人 死亡二十多萬 但是 由新冠導致到其他病發症死亡的人 就不知道了 大家不知道了 所以我覺得 一些 其實 我不知道 真的發覺現在很多 國家元首 原來都不是這麼珍惜他的國民 真的不是這麼珍惜他下面的人 真是可悲 你自己問一問 我自己真的問一問 巴西其實都在三甲之內 即是在新冠入面三甲之內 你現在這樣 和中國搞對抗 你是不是想死亡更多人呢 死亡更多國民 對巴西總理還是總統的好處就是 養少些人 反正都不會窮 你少些人的話 就少幾百口吃東西 又少幾百口吵他 所以我覺得 真的 有這樣的領導人 我只是惑哀 當然 當然 在於我們 真的 中國人來說 壞人 中國人來說 他買不買都沒有什麼所謂 即是他買 又沒有什麼大影響 他不買又更好 我們變成在國內分到的 就更多疫苗 所以有時候我真的 得淡少了 還有 就算真是 當然那些人看人說 中國有死人 怎樣怎樣 英國那種疫苗都死了幾個 不知道幾個還是十幾個 我不敢說 總之他都死了幾個 所以才 死了幾個至十幾個 不記得 所以才立即殺停他 但是你要想想 英國的sampling是很小的 他那時候是第一、二期 就已經出了這些事 那時候是第二期 都應該說是三萬人 三萬人留下 那你想想 我們中國 多少人打了呢 多少人打了呢 首先 未做去巴西那時候 臨床測驗 第三期未去巴西那時候 在中國 已經 沒有記錯 就是他們的醫療團隊 先打了 即是 製造這個疫苗的科學家 他們本身先試了 然後第一期 就在武漢那邊 找治療員人士試了 那裏不記得 還有多少人了 你知道武漢那麼大 不要說幾十萬 都有十萬八萬 有幾千人 最少 接著就OK了 就去醫療人員那邊 先打了 接著 前線醫療人員先打了 先 解放軍先打了 你想想那裏有幾多人 那裏有幾多人 那裏是慢慢 不知道幾多萬 是來計 接著 再去第三期 就是在 杜拜那邊 找治療人士 那時候好像選了幾萬治療人士 然後再去巴西 你想想那裏有幾多地方 然後現在 遼寧 四川那邊 也有打了 這麼多人 才只有一個 還不是死於疫情的 還不是死於疫苗 是自殺 當然 你說有什麼理由會自殺 窮也會自殺 香港沒有疫苗 也會自殺 香港現在也有很多自殺案 大哥 沒有錢 是不是 所以其實 是兩話指示 就算真的 你那件可以拿下來 當作是打疫苗 是幾萬分之一 分分鐘不是幾萬分之一 可能是一百萬分之一 或者百幾萬分之一 你不知道的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人們會說 中國疫苗不安全 如果真的不安全 我相信中國內地已經有很多人 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還有 香港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人種 是華人 是中國人 我們人種 是跟中國的一模一樣 他們整村都沒有了 那一個巴塞人有事 是否等於什麼 更何況是自殺 正如 如果他日我打了新冠疫苗 我APP了 我可否說 那隻疫苗不安全 是不可能的 因為傻姐本身對很多東西都敏感 人家正常 不會敏感的 我也有敏感 例如酒精 酒精是對的 其實少人有的 是少人有的 阿士匹靈 我也有敏感 都不多人有的 有人有阿士匹靈敏感 但相對地 沒有喝奶 喝什麼什麼的 那麼厲害 吃蝦是海鮮敏感的 多人有 但阿士匹靈偏少 我一隊的酒精都有 無論是幾%的酒精都有 如果我用一些火酒 是會紅一疊 我也是敏感的 如果這樣敏感的人 可能不知全港都不知有多少人 各種種人 而我真的打了新冠疫苗 App 那你怪誰 這個是你自己罕有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有些人就是 把雞毛蒜皮的東西發大 從來都不想 會不會是 那個人本身的問題 或者是怎樣 正如有些人有白化病 即是白色那些 他其實不太照得陽光 因為他的眼睛的色素已經沒有了 所以就不太照得強光 那你是怪誰 我不可以因為他不照得強光 我就整個太陽封了 不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是比較可笑 我們就不要跟著他 如果他日真的有些人跟你聊 你就這樣跟他聊 其實很安全 那麼多人試了都沒事 你又怕什麼 那這次就說到這裏 好了拜拜